人类一直追求能够健康长寿 摆脱各种疾病的折磨 能够青春永驻 延缓衰老 但疾病和衰老一直困扰着人们 人体这个复杂的生命结构 究竟包含着哪些神奇的奥秘和机灵呢 经历了近百年的探索和研究 科学家们总结出 是数以亿计的细胞构成了复杂的人体 要研究人类的疾病和衰老 就一定要知道细胞是如何形成和衰老的 人类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受精卵成长为一个胎儿 能从一个胎儿成长为青壮年 又从青壮年走向衰老直至死亡 其根本原因是细胞周期分裂作用的结果 那么什么是细胞周期呢 科学家将通过细胞分裂产生的新细胞的生长 到下一次细胞分裂形成细胞结束 所经历的过程称为细胞周期 在这一过程中 细胞的遗传物质复制并均等地复制给两个子细胞 可以说没有细胞周期的安全运转就没有生命 细胞按周期科学规律的分裂 使生命得以延续 使人类能够繁衍的原动力 科学家们将新细胞从开始生长到分裂前结束的分隔间隔期中的生理和生化变化分为 由分裂合成就有发生错误的几率和可能 比如肿瘤就是典型的细胞周期紊乱疾病 使病变细胞被无限的复制和分裂导致的 可以说细胞周期的紊乱和失调是万病之源 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更是在细胞周期的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科学家们在苦苦探索 究竟是什么物质控制着细胞周期的运行 保证从一个循环安全地进入到下一个循环 经过多年的努力 美国哈佛大学病理学教授琴克莱尔博士 与美国国家老化研究所共同研究证实 白黎卢醇是21世纪的抗老化圣品 在此基础上 加康利科学家通过多年的潜心研究 发现将马斯卡丁抄袭葡萄的葡萄多酚 与白黎卢醇按科学比例配比产生的营养物质VIVX 不仅成倍地提高了抗老化能力 而且还可以修复细胞 促进细胞周期的安全正常运行 以保证生命体的健康 为什么VIVX能够控制细胞周期安全正常地运行呢 通过大量的实验 证明了VIVX对细胞周期的检测点 DNA的保护和修复作用 DNA一旦受到损伤 细胞周期就会暂时停滞下来 如果人体内的DNA能量不足 受损病变的基因还没有修复好 细胞周期的分裂就进入到下一个循环 那么再次复制和表达的还是错误的信息 继续分裂病变的细胞 这就是为什么诸如心脑血管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 糖尿病 前列腺疾病 失眠 骨关节疾病等久之不欲 服药病就好 停药病就又来的根本原因 而VIVX在细胞进入下一个周期时向前 就修补受到损伤的DNA 让细胞周期再次安全正常运行 如果把细胞周期比喻为 人体制裂机车的发动机 那么VIVX提供的营养物质 就是这台发动机的健康调节器 没有细胞周期 就没有人类的繁衍和生息 细胞周期调节机制的发现 为生命科学的研究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VIVX可以促进细胞周期的安全运行 为人类战胜疾病和衰老 提供了强大武器 我们相信 聪明智慧的人类 一定会利用好这一武器 使我们更年轻 更健康 更长寿